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咱们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以前呢 有一本书非常流行 叫《明朝那些事》 所以呢 今天咱们就借用这个书名 但是呢 咱们也不要说什么秦朝那些事 题目呢 有点大 咱们就说说大秦附中的那些事 看过剧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 在大秦附中的秦国男子的发迹都是歪的 事实上呢 这种歪迹是源自于楚国 是最早由米八子带来的楚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军队和民间呢 很多人都书这种歪迹 在民间呢 这种歪迹的书法方向都不是很严格 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时尚 而在军队中 这种歪迹的书法方向都有严格的规定 实际上来讲也是军衔的一种标志 军衔从低到高的顺序对应在发迹的变化上 发迹的顺序呢 就是从左到中下 然后到右上 最后到头顶的正中 到了正中以后还有区分 如果发迹上扎着一个责金的 又比没有责金的等级要高 发迹上戴着罐的又比戴责金的要高 双层罐又高于单层罐 大家看剧中的李斯 当他做狼官的时候 他的发迹是向右的 后来等到他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 升为了内使官的时候 他的发迹就到了正中 而且还加了官 那么为什么右边要比左边的级别高呢 这是因为秦人上右 以右为尊 特别是在军队中 大家可以想象啊 士兵在作战的时候是左手持盾 右手持枪或者矛 攻击敌人的时候主要是依靠右手 所以军中都以右为尊 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如果是左撇子 那该怎么办 如果是左撇子的话 我想你可能不会持刀 也不会持毛 你持的肯定是一根木杠 俗称抬杠 那么为什么我们通常见到的 不管是在兵马俑中看到的士兵的发迹 还是在剧中看到的士兵的发迹 都是在右边呢 这可能是因为呢 不管是在兵马俑中的士兵 还是在剧中出现的守卫皇宫的士兵 这些士兵呢 都已经不是低级军官了 都是有一定级别的 所以他们的发迹都是在右边 这个发迹在军中 除了是一个军衔的标志以外 还有一个特出的功用 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 就确定了以军功受决的这样一个制度 从最初级的一级公士 到最高级的二十级撤侯 这就是所说的二十级军功制 而对于一个士兵而言 如何衡量自己的军功呢 那是要根据你砍下的头颅的人数 每次作战结束以后 士兵们都要向长官呈送自己斩下的敌军的人头 然后长官经过核对记录下来以后 这就成为了你尽决的依据 斩下一颗敌军的头颅就可以晋升为公士 公士就可以得到一请田 一块宅基地 还有一个奴隶为自己耕作 这个爵位不光能给你带来经济利益 而且还能给你带来很多政治权利 比如说你有了爵位 如果你的妻子还是奴籍的话 你就有权利让他脱离奴籍 如果你的父母犯了罪 你也可以让他们免罪 所以爵位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 就是一个上升的绿色通道 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说秦军是虎狼之师 一层意思呢 是说秦国的士兵作战的时候呢 腰间可能拴着几颗人头 形象非常恐怖 另外一个方面呢 说的就是秦国士兵对爵位的渴望 就像虎狼见到了食物一样 但是在哪个地方都是有害群之马 在虎狼之师秦军中也一样 有的甚至是趁乱对自己的战友下黑手 因为在战场上最容易击杀的并不是敌军的士兵 而是自己的战友 割下战友的头颅 妖功情杀 这种情况在以往的秦军中多有出现 后来由于引进了这种独特的区别于六国的发型 这样就能非常直观的判断 这个头颅到底是秦军的头颅还是敌军的头颅 这也就成了这一发型在军中的一大功用 对不起啊 各位 稍微耽搁了一下 可能您没有注意到 因为剪辑的原因 我刚才呢出去了一下 应一位仙人之妖和一位仙人进行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这位仙人是谁呢 其实呢 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 他就是毛隋毛老先生 对 就是那位追处囊中锋芒避现 毛隋自荐的那位毛隋 事情是这样的啊 我刚才在谈到这个秦国的男子的歪迹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说歪的又何止是发迹啊 我寻声望去 一看原来是毛隋毛老先生深夜造发 我就赶忙问毛老先生 我说您这个凯探是因何而来啊 毛隋先生就说 现在播的这个大秦妇 说秦国的男子的发迹有的是又轻 是歪的 这个呢 倒是合情合理 但是为何把我毛隋也整歪了呢 这就是岂有此理了 我就赶紧对着毛先生说 我说毛老先生 您先激怒 您具体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毛隋先生生气的说 说在剧中啊 说我毛隋帮助那个浪荡子赵衍 哄骗赵王 让那位贤德的太子赵义去秦国做了人质 最后使得赵衍登基 最后最终是献赵国于亡国之境地 可是实际上这件事和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啊 我毛隋又何曾帮助过那个浪荡子赵衍 再说了 剧中的那个赵衍 历史上只知道此人叫春平侯 后来又变成了春平君 他怎么会是赵国的太子 赵国的太子早几年就已经去世了 赵孝成王一直没有立太子 不过赵孝成王倒是挺喜欢这个春平君 于是呢 就让他做了相邦 后来春平君在出使秦国的时候 被秦国强行扣留 这事儿和我毛隋有什么关系 我连忙向毛老先生解释 我说确实如此 您别生气 这个施马迁老先生的史记也是如此记载的 毛隋先生接着又说 再说了 据理说的那个是个什么贤德的君子 其实啊 他也是王赵的罪人之一 他在秦国坐治几年以后 随着秦赵关系的改善呢 他就回到了赵国 当时他的兄弟赵衍已经继承了王位 所以就非常的冷落他 一直等到这个赵衍赵道湘王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赵王迁继位 才重新启用了这个春平君 任命他为相邦和另外一个相邦郭开一起治理赵国 这个春平君有了权利以后 可远没有剧中说的那样贤良 他是大肆的收受贿赂 而且还与当时的太后就是赵道昌后 就是剧中的那个昌女 两个人是狼狈为奸 沆瀣一气 大肆的苏瓜钱财 而且二人还有奸情 二人的私情在赵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 赵国的声誉也因此大大受损 他春平君卸任了相邦以后是安度晚年死在了床上 这样的一个人在剧中却成了贤良之人 而我毛遂一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却被在剧里如此的诬陷 实在是岂有此理 我看到毛老先生越说越生气 我就连忙的扯开话题 对毛老先生说 毛老先生那最后那位昌后结局如何呢 毛先生又愤愤的说 这个昌后后来在赵国亡国以后 被那些士大夫们当街打死了 而且还灭了他全族 我就说那赵国的士大夫们还是蛮有正义感的 一听这话呀 毛隋先生就更加生气了 他就气愤的说 哼 什么正义感 当年昌后专权 春平君专权的时候 这些士大夫们干什么去了 当年秦国灭兆的时候 这些士大夫们干什么去了 王老国就知道把过错推在一个女人身上 而且打死这时候已经是无助的一个女人 这岂是君子所为 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安全的正义感 无风险的正义感呀 我说毛先生说的非常对 历史上很多编写史书的人也是这样的君子 都是喜欢在那些王国之君身边安置一个这样的蛊惑的女人 最后好把王国的祸水泼到这个女人身上 毛先生听我这么说 心情缓和了一些 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激动了 然后忽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就对我说 还有一件事也非常让我生气 我说又有什么事让您老生气啊 毛先生说 说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文章 说我毛隋是死于自杀 说是在邯郸之战的第二年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公元前256年 说那年燕国的军队趁赵国疲软 他们大举进犯 赵王苦于手下没有能干的将领 这时候呢 平阎君 赵盛就推荐我去领兵打仗 我是千般万般的推辞 但是赵王和平阎君都执意不从 非让我挂帅出征 结果是大败而归 说我毛随修于见赵国父老 随自吻身亡 网上有很多文章说什么毛随自贱到毛随自吻 这都是哪跟哪的事儿 之后我就赶紧向毛老先生解释 我说毛先生这件事情呢 我也知道 我在网上呢 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文章 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 其实呢 这些文章的出处呢 是来自于一个叫燕烈山人写的一本小说 叫毛随之死 情节呢 完全是虚构的 但是在网上就是这样被以讹传讹 让大家觉得这就是史实 毛随先生说 对 你说的没错 就是那本小说 其实啊 你们翻翻史书就很容易了解 在公元前256年的时候 燕国根本就没有公赵 燕国是在公元251年曾经公过赵 当时燕军的统帅我还记得 他叫肃父 赵军的统帅就是我所敬仰的老将军联波 联波老将军以八万之众击败了肃父的六十万燕军 而且杀死了肃父 第二次公赵 那大概是在十年之后了 是燕军在巨新的统帅下又一次公赵 不过这时候 联波老将军已经被赵王所逼逃到了魏国 赵国领军的是比联波更老的将军庞暖 最后庞暖大败燕军 也杀死了燕军的统帅巨新 这两场战役都不是发生在你们所说的公元前256年 跟我也都没有一点关系 再说了 赵国什么都缺 什么时候赵国缺过梁将 联波 庞元 李牧 这都是当时的名将 即使这三位将军不在了 就是那个被联波将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越胜 也比我这么一个书生要强的多 赵王和平原军怎么可能让我这么一个文人去领兵打仗 难道他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你们这些现代人呢 有时候就是太贬低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我看毛老先生又有点生气了 就连忙劝呢 我说毛老先生您千万不要生气 网络这些文章啊 确实很多都是瞎写的 很多人也不相信这些胡乱的帖子 比如说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是明是非 变真伪的 网络上的那些文章也就是骗骗黄口小儿 说白了也就是骗骗鬼 毛先生一听骗鬼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闹得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我猛然意识到我说错话了 我看毛先生有点生气 我就连忙向他解释 我说毛先生您千万别介意啊 我没这意思 我说的不是您 然后我就马上转移了一个话题 我就问毛老先生 我说毛先生 网上的这些文章您是怎么看到的呢 莫非您住的那个地方也有网络 是5G呢 还是4G 听到我这么问呢 毛先生的脸一红 本来挺白的一张脸上犯上了一层红韵 毛老先生咳嗽了一下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有网络 嗯 我有时候也上来去蹭个WiFi什么的 当然了 这个行为不足取 非君子所为也 惭愧 惭愧 毛先生这么一说 弄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 连忙又得改换个话题 我就问毛老先生 我说毛先生 既然网上说的您是怎么死的不确切 那您到底是怎么死的 您跟我说说好不好 毛隋先生却说 我还想问你呢 我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当时就很诧异 我说毛先生说 历史上可没有您怎么死的记载 只是在一本野史书上提到过 曾经有人告诉平原君您坠井而亡 平原君当时非常的伤心 说我又少了一个帮助赵国复兴的人呢 可是后来才搞清楚 死的不是您 只是和您一个同名同姓的人 平原君又转背为喜 只有这点记载 但是关于您到底是怎么死的 确实没有任何的记载 不过您应该很清楚您是怎么死的吧 毛老先生回答说 我以前是记得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呢 后来却忘记了 我说这么大的事难道您能忘了 毛老先生又说 你有所不知啊 当年我死了以后 过奈何桥的时候 孟婆曾经端给我一碗汤 就是传说中的孟婆汤 说喝了以后就能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我呢 只喝了一口就把汤放下 这一口汤啊 就把我最新的记忆 就是关于我是怎么死的 这段记忆给抹去了 这段记忆给抹去了 以前的事情我记得 但是怎么死的 就确实不记得了 我又问毛先生 我说 毛老先生 人家一般据说过奈何桥的时候 都喝下满满的一碗汤 您为什么只喝了一口就把汤放下了呢 毛嘴老先生沉吟半嗓 似乎在回味着什么 然后喃喃的说了三个字 太闲了 这就是我和毛隋毛老先生的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相信大家可以从中了解有关毛隋的真相 后来毛老先生就飘然而去 后来呢 我也就回到了这里 接着跟大家一起聊 哦 对了 毛老先生临走的时候还特别嘱咐我 说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觉得他说的不对 可以去找他 不过毛老先生特意叮嘱我 说他现在不做免费的咨询服务 如果您要去找他的话 别忘了带上您的wifi密码 好的 说完了男子的发迹 咱们再来聊聊女子的妆容 在先秦时代受儒家思想重得青色的影响 女子的妆容呢 一般都是很清新淡雅的 所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以前的女子只是略失粉袋 到了秦袋脸上的粉就明显的厚了许多 而且呢 开始出现了红妆 那个时代女子用的粉呢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米粉 不过不是越南米粉 是用米 经过发酵晒干 然后捣碎 然后制成粉末 那样制成的一种粉 还有一种呢 是铅粉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洗尽铅滑 指的就是脸上的铅粉 米粉的附着力呢 不是非常好 所以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秦朝的女子出行的时候 脸上抹的粉比较厚 这样的话掉了一层 还有一层 一层一层又一层 后来用了铅粉 附着力就好了很多 秦朝的时候还没有胭脂 女性通常是用朱砂来装饰自己的嘴唇呢 还有脸颊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 秦朝的女子一出门 脸上敷的是铅粉 嘴上抹的是朱砂 这些都是有毒的物质啊 这身的装备是丝毫不雅于五毒教主蓝凤光 大家在剧中可能注意到赵姬的眼线画的非常的长 长的都快到后脑勺了 这个呢 确实也是秦国女子妆容的一个特点 就是眼线的延长线特别长 而且是往上挑 从秦朝开始呢 人们开始使用一些口吞香 随身呢 也带着一些香料 这样呢 使自己闻起来更令人愉悦 随身带的香料呢 有蓝啊 惠啊 桂啊等等 那有没有人随身带花椒大料 桂皮草果的 这个呢 可能是真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不是秦人 那个叫行走的红烧肉 到了西汉时期 张谦出使西域 从匈奴那个地方带回了胭脂 匈奴的地域内啊 有一座山叫燕之山 燕之山呢 盛产一种花叫红兰花 燕脂就是以红兰花为原料 调制而成的 大家知道 匈奴的部落最高首领叫蝉鱼 而蝉鱼的夫人也就是王后 就叫燕之 这个名字就源于燕之山 也是源于燕脂 就是形容女性美丽的意思 燕脂这个词 在中原地区也经常用来形容女性 比如说南唐后主李玉的那首《香箭欢》说 林花卸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燕脂类相留醉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冬 其中的燕脂类 指的就是美人的眼泪 燕脂自从汉朝引进中原以后 中原的女性的红妆就开始兴起 到了唐代 特别是晚唐 红妆更是盛极一时 而到了宋朝又开始返璞归真 倾向于淡雅 而明清呢 也基本上秉承着宋朝的清新淡雅的风格 到了三国时期呢 还出现了一种妆叫小月妆 挺有意思 说的是魏文帝曹丕的妃子 有个叫薛景云的 有一次啊 曹丕在夜间办公 薛景云的想过来伺候 不小心碰到了曹丕办公桌前的水晶屏风 脸颊就被划伤了 擦拭以后呢 形成了一道血痕 形容朝霞出散 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 宫中的妃嫩看到了这道血痕 都以为奇 觉得有一种别样的美丽 于是就诞生了小月妆 到了南北朝时期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鹅黄妆 大家看《花木兰》那部电影里面就有鹅黄妆 鹅黄妆是和南北朝时期人们崇佛的社会风气有关系 比如说那句诗南朝484多少楼台风雨中 说明那时候的人们普遍崇尚佛教 而佛像呢 又有很多是镀金的 秦朝的女子 或者说更早的先秦时代的女子 她们的生活肯定不仅仅是化妆打扮 她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是什么呢 就是织 所谓的南庚女织 相信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织布机 就是那种脚踏板的那种织布机 大家不要觉得织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坐在那里踩着踏板就可以了 这种脚踏板机呢 应该自动化程度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织起布来 工作强度肯定也不低 肯定要远远比打架子鼓要难多了 而且在织布机上织布只是织的一个环节 你要想织布 首先你得先有丝 要想有丝 首先你要养残 而要养残 你首先要种桑树 采桑叶 桑树也是挺高的 所以那时候的女子要会爬树 咱们现代的女子通常不喜欢这种登高爬低的工作 认为这些都是男人干的 比如说换个灯泡什么的 老公不在家的话 那这灯泡是不能换的 宁可点着蜡烛坚持着 这相比起来 先亲时代女子可就豪放多了 那可真是一言不合就上了数了 随时随地对那些不服的人可以实行三维打击 有一个故事就可以证明这些女子们的爬树本领 说在春秋时期 晋国的公子崇儿 因为受到晋国王室的迫害 就辗转逃到了齐国 当时的齐国国君很欢迎他 并把自己的女儿齐江嫁给了公子崇儿 从此呢 公子崇儿和齐江就在齐国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后来晋国发生了内乱 跟崇儿一起逃亡的那些毛氏们就想劝崇儿回晋国去争夺王位 崇儿这时候过得非常滋润 他不想再回去了 所以这些毛臣们呢 就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好好商量怎么劝公子崇儿回晋国 于是他们就在一棵大桑树下开始密毛 结果他们没想到桑树上就有一个采桑女 由此可见 这采桑女肯定是特别会怕树 而且还不用梯子 如果有梯子的话 那么这些毛臣肯定会注意到树上可能有人 结果采桑女听到了他们的密毛的内容 就回头去禀报了崇儿的夫人齐国君的女儿齐江 说崇儿和他的毛臣们想跑 这个采桑女是想从齐江那里逃点好处 但没想到却被齐江杀了 齐江杀她是因为齐江支持公子崇儿返回晋国去争夺王位 所以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外泄 齐江后来想办法把公子崇儿弄晕 放在马车上 一路狂奔到了晋国 等公子崇儿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晋国境内 齐国已经回不去了 这样崇儿只能背水一战 最后他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后来的禁门公 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还有一个故事呢 跟织布也有关系 这个典故呢 就是曾申杀人 说曾申的母亲有一天正在织布 这时候呢 村里有一个人对他说 你儿子杀人了 曾申的母亲一点也不相信 因为曾申是孔子的学生 一向是以大贤著称 所以他相信他的儿子绝对不会杀人 后来又来了一个人 对曾母说 你儿子杀人了 曾母还是不信继续织布 后来又来了第三个人 跟曾母说 你儿子杀人了 这时候的曾母马上扔掉了织布的梭子 然后翻墙就逃走了 这个故事呢 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的主要工作就是织布 还有呢 曾母肯定也是经常上述 要不然他不可能有这么矫健的身手 跟钻天猴似的 就这么穿房越脊的 当然了 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是想告诉大家 众口说金 击毁效果 三人成虎 其实三人成虎也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故事 是说的 魏国的大夫庞聪 他要陪同为太子去赵国邯郸做人质 临行的时候 他对魏王说 说魏王 说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 咱们的市集中有老虎 您信不信 魏王说我不信 庞聪又说 如果第二个人也说有老虎呢 魏王说 那我就移之 那如果第三个人也这么说呢 魏王说 那我就信了 然后庞聪接着说 市集中本没有老虎 但是三个人都说有老虎 您就相信了 所以在我和太子远离您身边以后 您一定不要听信谗言 魏王说行 我记下了 但是最后呢 魏王还是听信了谗言 庞聪回到魏国以后 魏王就再也没有召见过他 在今年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呢 日本的有些机构呢 联合捐赠了一批防护服 在包装箱上写了两句中国的古诗 叫《起约无依与子同商》 后来有人说这两句诗呢 并不是日本人写的 而是旅日的中国人所写 其实我觉得是谁写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两句诗都是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 所以没必要过分的敏感 这两句诗是出自哪呢 这两句诗是出自于《诗经》的《国风》中的秦风 原诗是这样写的 《起约无依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割毛 与子同仇》 《起约无依与尔同则 王于兴师修我毛锦 与子协作》 《起约无依与子同商 王于兴师修我假兵 与我协行》 这首诗有一种说法 说的是由秦埃公所作 当时是吴国进攻楚国 楚国危机 楚国大臣申包绪到秦国去求救 当时的秦埃公起初并没有答应出兵 于是申包绪就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千七夜 这就是所谓的哭秦庭 最后感动了秦埃公 秦埃公就派兵远楚 还写了这首诗 一来是激励士气 一来也是来表现秦楚两国的友好 袍泽之情 这句成语就出自于这首无依 诗经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总共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篇305篇 诗经还有一个功用呢 就是在春秋时期各国使团交往的时候 互质问候的第一句话 通常是引用诗经中的词句 而应者呢 也同样以诗经中的词句作答 这个呢 就被视为一种风雅明理的表现 如果说我引用了诗经 但是你没有听懂 或者不知如何作答 这样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太low了 这次日方的机构以诗经的词语相赠 武汉方面有关机构呢 按理来说 也应该以诗经的词语回赠 这样才显得我们泱泱大国的古风忧存 很可惜啊 回赠的词语呢 却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那些字眼 什么意情无情 人有情 意情是展示的 有仪是长存的 这个话呢 当然说的是没有错 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话语体系 但是总让人觉得闻风相左 如果回之以投我与木桃 抱之与琼瑶 非抱也 永以为好也 这样的诗经词语是不是就更加贴切呢 这首诗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你送我一个很便宜的木桃 但是我却要以琼瑶 就是美玉作为回赠 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报答你 而是想跟你永结同好 我这么说呢 并不是想嘲笑谁责备谁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感叹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 可以说是赫然在列 诗经也就摆在那里 但是呢 已经布满了尘埃 无人翻看 也无人去传授 眼看着这些风雅的古风进覆东流 就不禁让每个中国人都会发出悉灾痛灾 这样的凯探 在诗经国风里的秦风中 还收录了一首诗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这首诗的名字叫尖家 尖家苍苍 白雾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速回从之 道足且长 速游从之 晚在水中央 好的 今天的内容呢 就差不多了 最后还想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对本期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大家可以直接去找毛隋毛老先生 记住了 带着您的wifi密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